你看一下越南的街道上很多漂亮的车子 是啊 我不是办了万斯达的信用卡吗 来我试一下看一下在这边能不能消费 是啊 越南的时差的话 就是跟中国的时差的话 差了一个小时 像现在的话就是 三点五十分了 但是越南的话只有两点五十分 所以差了一个钟 我发现我的地图也是有点偏差到这边了 早了早了偏掉了 因为我用的是那个百度地图嘛 高的地图的话一点都不能用 百度地图的话是可以用 我找那个银红的话它偏掉了 这边有个ntng 看一下能不能起钱 这是不是万斯达 万斯达能用吗 看一下 看不懂 让我插进去试一下的 我在国内的话刚好就办了一种万斯达卡嘛是吧 所以我就是试一下看一下能的能不能用 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点这个 再看不懂 看一下 我看一看 工早擦筋记得我看不懂 他没有中文 你看我这次是万事打卡 信用卡 他不是中文 我看不懂 也不知道能不能起线 到那头去看一下 祖舟祖舟又跑到那一座桥头去了 你看一下 那桥上很热闹 这路上搬着一下一个箱子的 就是换钱的 你看钱箱 对面应该有一家银行 换钱或是拿着一个箱子 找饭 换钱花款 哇一箱的钱 工长那边一栋房子 我以为是银行 来跑过去又不是 银行都分不清楚 应该是后面有个本口的才是银行 这一家是银行 本口 真的有天啊 那么厉害的 常用的 这里有起线查信 我这个应该可以起线 信用卡中复 新用卡中够 够18千万 可以骑5万 我骑1万试一下 这一手又起10万了 安利特取消 公子我试了一下 我的万试达信用卡 在桂园集中的话 是可以起线的 但是他又10万以上 谁会没起 这边又有一家银行 这边又是一个银行 这不知道是什么银行 看下这个银行能不能起 还有我的那个 储蓄卡 看下能不能起款 试一下 应该可以 他这边有标志 银联万试达 JCP VISA 都可以起了 这边有中文 这个方便都了 收入密码 看一下七款 手收费 起线 我试一下 也是最少要起 个十八千万 最少也要起十万 我起个十万试一下 他先拖 也是拖先拖这个卡 错来的 然后查试拿现金 哇 就这一张 你看一下我 我用那个中国银行的卡 就起错了 一张十万块钱 然后万试达了 还没有起 等一下我再试一下 到别的地方 再试一下万试达 这一家不知道是什么银行的 你看一下 这一家好像没有银联标志的 我试一下 也是为啥万试达 但是没有银联 刚好我这是万试达 它又有阴影 这是什么银行的 哦 你看 印语就比较懂你 这可以起五万 这个万试达可以起五万 看一看 刚好 起个五万 操 我能弄我清楚了 这是什么意思啊 呃 公达在那边起钱的话 我用这个万试达卡的话 也是起款式吧 哎 也是没取出钱来 是吧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我这种卡的话是有恶斗的嘛 因为我申请的时候是有几千块钱恶斗 我看一下前面也没有银行了 你看一下越南的房子 是挺漂亮的 所以说越南的话也是挺发达的 现在是 这边又不知跑到哪个位置了 反正就是很在蒙街这个地方了 周围 十字路给个标志都见过了 那上面有那个 时钟 那那边的时钟现在是几点钟啊 看不出了 看不出了 整不整的 一二三好像3点 三十五 那上面的时钟的话显示三点三十五 来我的手机的话4点三十五 所以那个是整整 所以说越南这边的时间的话 就比中国这边的话 就是慢了一个小时 你看 对这个地方不熟悉的话 就不敢走眼 是吧 我就怕走眼了 等下迷路了 你想一想是吧 就化了 所有的转来转家 是在这个周围呢 这个越南的洗头按摩泡脚 据说越南的那个洗头按摩服务相当的好 我是不敢进去的 是吧 因为我是一个人嘛 这盲街的哇 呃 还比较好了 你看看 他很多店门的哇 都是由 中越文字对照了 你看 康饭店 是吧 人家就知道是饭店了 我又怕跑到那个河内的话 连一点中文都没有 哎呀 很麻烦 对我来说一个很大的挑战了 是吧 就连去营养七个钱都 起了老半天 还没搞定怎么回事呢 转了一天又回到这条街道了 你看一下 所以说不敢走远了就是这样子是吧 准备回旅馆那边去休息了 呃我现在的话又回到酒店了 工厂我不是用国内的那个银行卡吗 中国银行的 呃 你知道呃 这 这收费花了多少吧 这个10万越南邓的哇 就是 他直接扣的是人民币 29块6毛1 29块6毛1 10万 哪哪就是他收费啊 原来是要要收拾费的 收拾费12块3 哇 这也太贵了吧 就起这么一张钱的话就花掉了 呃 收拾费就花掉了12块3 加起来的话就是 呃 3 41 41块 9毛1 就是起这一张点花花掉了人民币 最后人民币41块9毛1 这个越南邓10万的话 转换成人民币的话就是 三十块 十万 三十块左右 是吧 三十块左右的吧 就是 人民币花掉了四十多块钱 所以说 国内的营用卡去 在贵眼镜上起管的话 就是在贵眼镜上起管的话 就是在贵眼镜上起管的话 太不划算了 就这个越南了 是啊 我就是我那个我很奇怪 我那种万死打卡的话 不知道为什么 一直起线的话也起不了 起不了 但是万死打卡的话 他 也是那个 很贵 他也是要收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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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的 就是起线的 起线收收收费也是很贵 哇 真没想到 中国营养的营养卡 在国外 起线的 smashed 收收收收吉 那么高 是吧 这 seekers 达到了百分之几的 差不多 达到了百分之四十左右 你看 起线的 stew 每个 太贵了 这核人民币29块 一块六毛一就这一张钱 拿手手费12块3 是不是差不多手手费 达到了40% 是吧 如果要长期出国的话 看了这个的话就是行不通了 这样子算 你说大现金的话也又派不安全 看了我等一下还是要去换一点越南灯 是吧 因为还是去那边换比较划算